長得いる裏有的每一個遊戲 Ok 謝謝 謝謝 我知道 Поэтому 既然她講了這種故事 我就去説一個故事 講一個 人 자故事先說自己的故事 講一個自己的故事先 好 我用聽自己的故事 這樣 因為之前有情節 也會有些人來做訪問 訪問呢 每個人都在這方面沒有話說 很多人都問我一個問題 我挺苦惱的 他們經常都問我 你會不會有2001的機會去結婚呢 雖然我聽 他們會聽我講完我的話 或者看了書 但他們始終都會問我 你會不會有2001的機會去結婚呢 我一直聽到這個題目 他們覺得 今時今日到我這樣的年紀 進來不問這個問題 就覺得他們好像很失望 但是呢 這個問題都引起了我一些的粉絲 我最近的男朋友 我們不是經常見他的 可能一兩個月才會見一次 一個沒有第幾的了 我可能會說這個數目 總之一個男人計 大家有寫書的 可能有一個城市生活 他們就經常隔了他們 我就跟他們說 你知道我怎樣等一些記者嗎 我就跟他們說 其實我認識了這個男朋友 就是15年來 我們曾經討論了婚婚的次數 就是一次 即15年來 我們就只能說一次 剛才結婚的 那第一個 我先說剛才結婚的 就是不知道哪一個 就是那些年紀大的 就算是那些人 就娶了一個年輕人 可能他就以麻煩 那個女兒是假扮 那樣 我心就覺得很舒服 我見到這些 就很想成長 彈車麻煩了 那間 即是不公平的 那間 我就跟他說 我說 那為什麼呢 那年紀大了 就說 他認識到最後 都還要再結婚 即不是第一次結婚 還要結婚 都還要結婚 第一個 為什麼還要結婚 第二個為什麼還要結婚 為什麼還要結婚 第二個為什麼還要結婚 為什麼還要結婚 我們正在吃飯 他就說 那你只結婚過 人家沒有結婚過 人家沒有結婚過 人家想結婚 那你當然不會結婚 那樣 就是說 如果你的人 要再結婚 你會跟他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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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啦 多人說 你自己不想結婚 對方想結婚 那你當然要完成她 這樣 嘩 即是結婚很憤怒 自己忍不住 我就說 你如果再結婚 你會想除了年輕人 他就說 為什麼你要問這個問題 我說 我受不了 其實你知道我很多事都受不了 我真的發覺有一件事 我真的會認得到 這真是我的最大的 就是 如果你再結婚 你就會成為一個後生 我覺得這個真的對我 一個很大的天賤 我會保養 我真的會很不開心 那他就說 你必須得這麼開心 如果我真的結婚 我會成為一個 好像可以跟我偷空 就是 那我覺得 那應該會是我 跟我相war 那我就說 should be someone like you 那我 就覺得 someone like me 你怎麼可能不是你呢 zostan like me 我就說 蛤 如果你真的要結婚 你會想要娶一個 someone like me 為什麼你不是我結婚 他們就說 蛤 你喜歡結婚的嗎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你想結婚 你想結婚的嗎 我說我又會想結婚 但如果你真的要娶個年輕人 我就真的一點都會提到 如果你真的想娶個someone like me 那你不如娶我 那你就說 I feel so flattered 我不知道原來你會 如果你結婚你會考慮我的 我說其實我沒有想到結婚 也不是想考慮什麼 不過如果第一你就可以娶個年輕人 第二如果你娶個年輕人 like me 你就不如娶我 就不如我去報名 我就突然看到我去錦紙簿 就說 然後你就嘩 那我很好笑 我笑得差 那你明白我做了什麼 那當時我就想想 那當然我是想結婚 那接著我就說 不如算了 就算我和你結婚 我們都不會說很一般的模式 我們一定要說一些新家作品 我都不會是很一般的結婚 或者都不會和你一起住 那些新家作品都會和你一起住 那他就說 I'll be your good neighbor 然後就說 收了我的命啊 很OK good neighbor 就好像很開心 那其實都OK 你覺得我應不應該收貨呢 你有沒有回答 收不收 都收貨 收不收貨 那些女兒不收貨 你不收貨 為什麼呢 你覺得他答得不好 是 是 為什麼呢 一開始答得不好 為什麼呢 如果我聽到你剛剛說 你 因為我沒有和你聽書 我都不覺得我都考慮看書 其實我都不可以 哈哈哈哈 真的不可以 那你問 那你問台灣那個內容的 人是有些東西 觸出了 我跟台灣的眼睛有點不同 就是斯文一點的 我當然 哈哈哈哈 我看就聽到你剛剛說 這個故事 我已經覺得 就是我覺得他答的答案 全都不是你想 真的 不是你想 不是我想要什麼 我想要一開始就說 我去講 真的啊 真的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都覺得 已經到我現在呢 走了一段這麼長的路 其實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真正的答案 是什麼 然後我第二個挑戰是最近的 最近呢 那我就說 原來我呢 那我就說 其實我就跟那個電子說 我一生人呢 跟天婚呢 就是那個可情 我們記不記得 我以後會和他做 那我就說 那我看我的地方 其實是 我會怎樣 問他 他會怎樣 嚇我 然後他就說什麼呢 這次 我忘了他這次說什麼 為什麼會這麼多的問題 這次他跟我說 這次他跟我說 我要看一看 我不會再跟他說 他就說 我就說 我為什麼我一生日和你呢 就說死亡就說了很多次 但我婚姻呢 是和你真的說過很少次 對啦 那接著我就說 那接著我就說 他真的跟他這麼少次 死亡說這麼多次 那他就說 如果 如果我們真的 如果我們真的 在空間 其實 你會不會再 一起去 一起去 那你會怎樣 我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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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日子都成功 你看 你又要選 對 對 你會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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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 我就說 嗯 其實 嗯 其實 我想這部事物是有些事情 所以 你又幫我做 就是 嗯 即刻就說 嘩 What makes you think so 那些 然後他就說 我和你都沒結婚 你看你有多少問題 其實你都想你 都有這麼多問題 你是不會令到對方 有好人自覺的 你是不會令到很容易 很容易的 所以 如果真的跟你在一起 其實真的 是 You're not in the same way 然後 看見之後 又 又撐了一頓 我就說 蛤?是嗎? 我真的有這麼多力量 我們已經開始 就是什麼 然後 我就說 嗯 其實 我也撐了一會 其實 你也挺精 你真的說得很聰明 你們用這個方法 你們用這個方法 你們用這個水平的口氣 他說 我不是聰明 我是just be realistic 就是他覺得 如果我和你真的一起生活 其實我們聰明這間 一處的聰明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應該去找一個老人的家 那間 其實我們在我們 看到我們的環節 之中 我們的生活 其實那些文明 理得好 我當時的環節 我呢 就是 一方面 因為我們經常說話 都要講到 就是大件事 但我又大笑之中 我又有大哭 我又不是真的哭 我還不想出來 就是靠你們想像 就是 他們就說 哎呀你懂得好一點呢 就是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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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然後那要有像不숙 있는人 我們又好像說到 我又有一種笑ió 就像不工作那些那些那些那樣 我根本就不知 我沒有聽到 他們說之外 他們的感覺是怎麼樣 有痛度 但是又覺得 很特別的 希望 十五年 這次再次講 之後 最後 因為我們撞不住 我覺得又有膽 但又有事 又有孝 我走一走 我就寫了一句話 但很奇怪的 經過了這次的討論之後 我又覺得我和你是親密了一點 我不知道那個親人的原因 但總之我也覺得你親密了 其實我慢慢想到 但我也覺得你親密了 我會說這個好事給大家分 這是第一個故事 另一個故事就是 說回另一個故事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有什麼關係 讓你們去串臉 另一個故事就是 最近朋友的媽媽過了心 我想Facebook大家都看到 去到殯儀館 坐一帶 他們潮州裡面 就是潮州幕 我看到這個細伯 我就跟她說 我說其實呢 白母過身過得這麼自然 你接不接受到 她說 接受到 怎麼接受不到呢 就當我去了旅行 日後我也會去找她 然後我們倆的骨灰就會一起 然後她說 我說她死了這麼突然 但是你也有聊過 她說你以前聊天的時候 也有聊過的 我說這樣 OK 那你會不會很不習慣呢 因為我們57年 就是一起生活 之前還打了十年 透過六十幾年 一個盤 我們會不會很不習慣呢 她說 其實沒有什麼不習慣呢 只不過有時候 當我看到她有喜歡的東西 我有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我的心好像突然之間閃了電 我就說 總之有時候 我們去買東西吧 我看到她喜歡的東西 然後又是我喜歡的東西 唉 我的心就突然之間 然後每次都是說 閃了電 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她說 其實你見到什麼 是你喜歡和她也喜歡的呢 她就說 好像今早那樣 我自己一個人 就走到香港仔的海邊走 我看到有些人 香港仔的海鮮買的 她說 我看到有人賣黃花魚 黃花魚是新鮮的那些海魚 不是水漲的那些 我一看到就很喜歡 就想起她也很喜歡 於是我就買了生田 接著我就付錢了 糟糕 一付錢的時候 啊 心就直接拿著 好像閃電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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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為什麼很多人明白呢 如果不明白 接著有一個第二部分 她就說 那你是不是吃過獅子魚啊 有一點人不知道是什麼獅子魚 有多少人有吃過獅子魚啊 小小的那些 就是一定要我們那個 generation的人 就會吃過獅子魚 那獅子魚 抱歉啊 抱歉啊 抱歉了大家 可能你媽媽 買給你吃 那獅子魚 那些小小的獅子 主要也是 海魚很新鮮 我喜歡 他又喜歡 我一看到 就立刻想要買 但我現在買了回家 哪有人欣賞 總之我以後看到 他喜歡的東西 我喜歡的東西 我就會拿著 那這個時候 我後來就回去 寫了facebook 雖然其實很晚的 那一晚 我都寫了個facebook 我不知道怎麼把這個故事 寫了回去 今天為什麼會介紹 《山上來的日》這本書呢 就是因為 我的中學行屬業 就是幫我寫聚的那個女孩 她就是會把一個 這麼平反的故事 她的悲靡和神性 她是會寫出來的 你覺得這個王花魚 和獅子魚的故事 是否有她的悲靡 也有她的神性的部分呢 我呢 就只可以說到 好像現在的那種程度 但是如果在她的手裏 在她的小說裏 就會寫到另一件事 所以我剛才說那個故事 就是我剛才說第一個故事 關於我自己 兩次和她講婚姻 都每一次都差不多好像 都好像 都好像 是的 反箭穿送人家這麼美好 我的功力也有一點 但是都是黯的 這些故事如果在五十年的手裏 我經常都會想 究竟會不會寫出 她的那種 spiritual dimension 出來呢 這個獅子魚和王花魚的故事 在她的手中 她怎麼會 treat 呢 這個只不過是個引子 我剛才想說 我心中所說的 spirituality 而為何我會介紹這本書 和說了這兩個故事呢 所以我已經有 charity 在我和她說那個 《學但教什麼的鳴羽肉》的年代 和我今日經歷了月小民多 我所感受到的好 living 我本來想介紹 就是村尤萍歐燻的 diyorum 中文畫壽成 本來我是想介紹 這個好акademic 我覺得很可愛 都配我的身份 也也覺得她是 就是因為好 물로 就是有些東西 真的講到人的心靈的結構 深層的結構和社會的關係 我覺得其實這本書 所以小廚問我是講這本書 但是在過程中我就等了這本書 而變了這本書 是因為我覺得如果在一個理論學術的層面 我要講什麼是spirituality 可能那本書都有些幫助 但是如果在我自己生活的層面 我覺得我要講什麼是spirituality 是要從這一本書 因為經歷了很多雨傘運動 和所有我們香港人經歷的事情之後 我突然間就發覺 其實無論是我自己的故事 或者是我剛才說的那個眼細白白武的獅子魚的故事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有一些很重要的補充 是需要我們細心聽和去document 最重要的spiritual moment 當然是那些故事 我們那個笑又哭 那個又忍著我 那個又忍著我 但我同時就覺得我會接近 其實那個都已經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個天國 降落於地上的moment 可能以前有一些再romantic一些的想法 我覺得那個moment 就是可能是小曹在經驗那些 那些 那樣的 但現在我已經年紀大了 那我現在會覺得 那我現在會覺得 我感覺到天國 成就在地上的moment 其實已經是這樣的 都是我在笑和哭 在鳳凰之中 在他給我的摺納 和他想到我 我對他的期望 和fantasy 和現實之中 那一個已經是我們能夠 在我和這個人能夠成就到的 最好的了 可能我和另一個人 會成就到另一個天堂 但我和他已經可以是這樣 那在這個世伯伯母的故事裏面 我所感受到的就是 覺得 原來每一個平凡人的故事 如果都會遇到一個人 那我想世伯伯母 即是伯母就沒有辦法去寫 已經回到添加了 那世伯就不是一個寫這些故事的人 那我就用了我的facebook 紀念了 就說我永遠懷念 才剛剛的朋友 我就紀念了這個故事 就覺得 這個是我能夠對世伯伯母 就表示的一個respect 一個我的心靈 因為他們感動的一個moment 但我都會覺得 如果世界上有很多人 好像這個中學學校 他會把這些所有的故事 用來自轉形式 用來小說的形式 他能夠記錄了下去 我覺得這個 就給了這些所有的愛情故事 一個不同的dimension 這個dimension 就是我近期覺得很重要的 那個contextualization 的dimension 然後我會覺得 我經歷了這麼多之後 我個人的故事 我將來會不會結婚 有個0.001的機會去結婚 其實真的不重要 就算是真的我做到 某一些人 建成了某一些人的生活中的fantasy 或者我心底裏面 潛藏了 永遠沒有化解到那種 小小的fantasy 其實又有什麼重要呢 我都已經是 當天我們在那個大堂 坐在那裡摺衣紙 整班同學 不是同學朋友 那班的名歌 機長 整班人 因為我們去到 都不知道怎麼搞 那裡有一個大的bear 在搞這個潮案 我們就在旁邊摺衣紙 整個人摺衣紙 整個人摺衣紙 全部我們那些 就是近期小見 但是是close的朋友 在那裡摺衣紙 那我就在旁邊 摺衣紙 就看著那個 極大的band 我想就了起碼 多一個小時 如果你其實周圓 你會知道的 而且是很認真的 雖然世伯認為 他不夠professional 說他媽媽死的那一隊的才行 撕東西 那些生存了不行 那時候我簡直是 呆了那麼久 我想回 其實我是當時想到的就是 其實很快 不用多久 坐在大堂 那班人可能還會坐在那裡 躺在那裡 可能是我 因為那班人 都給我學生 就算都和年齡無關 後來我們吃飯 也是和年齡無關 雖然和年齡無關 但是我們那一堆朋友之中 其實個個都是年輕人 如果我一躺下 他們那班人就坐在那裡 摺平衡衣紙 就是那一班 在這樣 我的年齡是一個context 我所發生的這個故事 和對方的處境 一個已婚的男人 和我的年齡的context之下 其實我的結不結婚 或者我和他相處是怎樣 他有什麼重要性 十年前 或者十個月前 其實都有年齡 而最重要的 我覺得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 今時今日的 spiritual的dimension 人性的dimension 就是 無論如何 每一個故事 最interesting的地方 已經不是那些 我們以前認爲的 希望 而是 我和這個人十五年來 只是講過兩次結婚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 終生成就獎 給一個主要的quantification 表示出我的支持 即可能我有這樣 但我真的不是想這樣走 或者也知道這樣走 是沒有可能的 或者我知道這樣 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於是我十五年來 是一個這樣的支持 我們很少的時間相聚 但當我們相聚的時間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討論死亡 不是討論婚姻的 因為中間也還有風 我真的覺得生命是很短促 而我們能夠在相聚 我們在相聚的時間 大部分時間 都是在說 We are so lucky We are so lucky 因為他就說 其實我們都不是那些宗教人士 表面上 他就說 好像我這麼劇愛的人 說到自己 又遇到一個 好像你這麼劇愛的人 其實真的很難 You must be God watching both of us 可能我都會覺得 為什麼你無端都會說這些 真的老了就會說這些 宗教語言 但我都覺得是 這些故事 所有這些的愛情故事 其實它是要擺放一個 context 我以前在我的 academic 的研究裏面 或者我對 spiritual 的了解 是很緊張個人的 對我自己的了解 和我自己的 transformation 和我們兩個人 如何可以在一個商交之中 成就了一個的天貨 成就了一個 happily moment 成就了一個超越了 超越了我們所有的彈制 的一個情景 這個情景就是我認為可以 伸展至永恆的 但現在呢 我就會覺得 最重要最大的場景就是 這個這樣的時代 這個這樣的時代 有我們這兩條這麼奇怪的人 在15年來我們經歷了的人 然後我們討論 婚姻只是兩次 死亡無數次 因為在這個這樣的時代 有這個爸爸媽媽 幾十歲的夫婦 依然就是我們心目中 最理想的那些夫婦 然後他們最後剩下的 就是我記得 我們都是喜歡黃花魚 所有這些東西 在一個這樣的香港 一個這麼黑暗的時代 其實它有些什麼東西呢 所以我近期覺得 其實人生最重要的 走到今時今日最重要的 真的不是我的結果 和她是怎樣 或者有沒有結到婚 或者那些 會不會娶到一條小魚 當然我也是 不會放過她 要這樣做 但是那些其實我會 跟自己說 就算是發生 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能不能夠在所有這些經歷 經歷了所有這些經歷 我們能夠 就好像我的同學那樣 將這些山上來的人 山上來的人 就是我們小時候 老師罵 You people from the mountain 即是你這班這樣的野孩子 你這班這樣的三方 我們這些這樣的香港人 我們這些這麼低微的人 我們的故事 是不能夠為這個時代 作出一件情 包括我的海情 所以為什麼我會用了這麼多時間 去寫這個字 還有我覺得 我再會跟著出來的 我自己的創作稿 或者是阿特丹林的作品 其實我最想最想做的 就是最愛 如何將每一個故事 和這些故事 互相連結起來 好像夾紮成一本書 或者我和明哥經常說 我出了一張碟 就是作了一個meta 這些的碟 這個collection 是怎樣可以幫到我們 入行 能夠有一個collection 我們曾經生長過的年代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今天最神聖 最需要去成就的一件事 即是我們的愛情 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認真地看 沒有一件事 給這件事 是怎樣重要的 對香港人 或者對任何一個追求民主的人 那你一定是認真去愛 也都是把你認真去愛的這個力量 發展為愛這個城市 那這個一定是很重要的事 但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些moments 其實等於雨傘運動或者佔領 其實信職已經過去了 其實一切都已經漸漸會在你的memory之中 fade away 愛情也好 去城市的一場外也好 其實最終真是會fade away 沒多久就已經是睡了一半沒有那個位 然後大家已經在幫我摺椅子了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都是 都是能夠將這些所有的愛情都經歷過 無論是在過日的生活 無論是在我們感情的世界 所經歷過的一切 將它成為一個結集 將這個時候的見證 將它出來 令到所有人都知道 每一個聲音是被人消耗的 即是一個愛情故事的記錄 或者是任何一個我們所經歷的東西 當它用文字 或者用其他泥術的方法 成為了一個作品之後 所有的東西都會灰飛煙滅 真的好像燒衣紙一樣沒有了 但最終剩下的就是 我覺得就是這些創作 那愛情今天對我來說 當然有實質 casical的感受 情感的需要和所有的東西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和它依然 我還可以和它一起 因為它依然是一個sauce of inspiration 它依然我和它的故事 我和它對答 每一次我都會覺得 我要寫這個故事 最少在Facebook都寫 雖然Facebook好像不太好 有時候說這些東西 我會有一個方法 我會繼續值得記錄 我和它對話 這個就成為了 我認為我和它的關係之中 最重要的 所以到最終 其實最重要的原來 都是我自己 我覺得 或者最重要的不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何思逸這條女 生活在這個 到今時今日 這個2015年代 我所經歷的事情 所以我很希望 和我自己的故事 我自己的故事 是其中一部分 去見證這個時代 我們是怎樣生活 怎樣掙扎 我們每一個人 很想要安穩的生活 所以忽恩 在這個contact 中 或者情慾的寬元 在這個contact 中 永遠都是成為 我們要去追求 不能夠放棄的東西 這個是 我們逃避不了的 但是最重要的 在最後一刻 就是這些所有的追求 我們最終成為了 可以成為一個歷史的形象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 有沒有太過遙遠 沒有太過遙遠 但是我 或者 就是用這個 這樣的idea 來總結 而我為什麼會 或者我讀一句 那就是建築呢 因為我 那些故事 第一個故事 是《沙塞國畢人》 如果大家有看我自傳的 就會知道 那我有寫過 我自己出生的 《沙塞國畢人》 他就不是直接說的 他用了一個小說 兩篇小說的形式 那我就讀一讀 他自己寫 就是他寫小說 但他真正的人的聲音 就只是帶了這一頁而已 但我就看到 差不多想哭 昨天 在《沙塞國畢人》 在《沙塞國畢人》 《沙塞國畢人》 很多年來 我知道 知道和鼓勵我小說的朋友 就有五個 包括這本書的編輯 許迪康先生寫了 張楚洋 黎佩儀 和康美媚 和已經離開了的 《召來法》 感謝他們 《沙塞國畢人》 對於寫作 我並沒有古人的 床之名山 傳之後人的器材 只求一時之快 沒機會出版 就不寫 完全是即炒即買的 風利心態 我因此自從《歲月文學評刊》 我已經覺得作品是沒有機會發表 漸漸就不寫 漸漸就覺得沒有東西想寫 近年來再得到這個編輯的鼓勵 於是又寫好了 後來《歲月出版社》就告訴你 這個是《歲月出版》的最後一個作品 她說我沒有覺得很難過 反而感覺都很兇下 這句就很厲害 她說我素來是人心的拖延者 人家都快要吃晚飯了 我才在將來早餐 不過我已進入人心倒數期 何時是什麽 都已經無該無知了 這本書也讀《一九》 《七八年至二零一零》的作品 大家看看 至於小說本身自有其生命 我不需要多交傳適 大家大家看看 因為感謝的人 我也很有感受 感謝盧偉聯先生小師 我們的老師 陸雷先生和陳詩 羅尼克 Johnston 修女 早年的啟蒙 和一個不幸在美國 車禍喪生的美術老師 Catherine Lee 他們讓我喜歡上文學文藝術 要多謝許迪康先生 多年來是我唯一的文學界粉絲 亦都是我幫過多數作品的首位讀者很感激 最後 寫作是我人生的一種恆常狀態 寫作起於孤直又忠於孤直 但寫小說過程中與眾生的幾本 與編前我非常感受又不會放棄 這書也可讓我身邊的人知道 這些聯絡 我到底搞會成功 雜誌上說 即場最好的離職見由 是讓同事看完 愿意三條 然後永不再想起這些人 即是如果你要離開這個公司 你最好寫一個email 看完之後 忍一忍 但之後就會delete了 不再想起 他說 但是這一本 是一個子本的小說 讀者看完之後 就算即使怨言 一時也三不調 畢竟要三調一個聲音 也不時也不容易 他雖然是寫自己 但不知為什麼 我好像覺得我也是 好像我自己 好像他寫的東西 好像幫到我說了很多 我對於現在 我今日的生活的感受 不寫作 雖然我不是一個勉強 也不懂得寫小說 但他真的說到 我們每一個人 我是inspired by 他 覺得 亦都是他支持我 和鼓勵我 才寫到滿自主的 所以我今天帶這本書來 希望大家 也都鼓勵大家 最spiritual的東西 就是將你個人的聲音和感受 包括我和愛情記低 到有一天 我們都過去了之後 其實都會有人記得 我們這些身上來的人 每一個聲音是可以被人消滅的 Thank you